大家好,我是超哥 咱们有一个讽刺 后台私信说 让我简单讲一下这个逆变器 那这是一个逆变器 逆变器是咱们生活中常用的 就是让咱们的12伏电压或者 24伏电压一个直流电 通过这么一个装置 变成一个咱们所需要的 一个220伏的一个交流电 那么咱看这个 这是它的直流输入端 那么直流电进入这个逆变器之后 那么就会 通过这两个变压器 通过咱们的 MOS管产生震荡 产生震荡 就要干什么,要升压,首先要升压 拿这个逆变器来说,首先要升压 升压到多少,升压到 大概300多伏 通过这两个电容器 滤波,整流滤波,然后得到 直流电,再通过什么 再通过咱们的H桥 通过咱们的H桥 再逆变成咱们的220伏交流电 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肯定比较复杂一点 咱们后面有时间的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逆变器的工作原理 因为我修这个东西修的比较少 很少修这个东西 但是原理大家知道 好,我就在这换了一个简单的图 是一个用咱们这个双头头的12伏变压器 而玩变12伏的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逆变器 大家可以去试试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逆变器 这个逆变器其实采用的是自机正当啊 咱们的三级管在制造的时候 虽然说型号同一样 但是它的之间还有误差值的 所以说当这个电路上电之后 其中有一个三级管是先导通的 有一个三级管导通的 有一个三级管是后导通的 所以说它整个之间是一个前后的 要不这个电路是还工作不起来的啊 咱们看一下 假如说咱们的Q1导通 那么Q1导通 你看12伏的电压通过这个线圈 加到了Q1的极限级 那么12伏的电压又通过这里 又加通过RE加到了它的极级 所以说Q1就导通了 那么Q1导通 那么这一路里边就有电流流过 那么这一点的电位是下降的 是不是 因为咱们线圈有阻碍电流 变大的这个特性 所以说在这个绕组的这一段 这个电位由原来的高电位 就会慢慢的下降 那么慢慢的下降 那么Q1就会慢慢的截止掉 当Q1截止掉 那么这个没有电流流过了 是不是 那么也不会有感应电压出现 那么它截止掉之后 咱们看一下啊 它截止掉之后 这一点的电位就慢慢上升 这一点的电位就上升了 这一点的电位上升 又让Q2开始导通 Q2就开始导通 那么和Q1导通的方式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同样 这一点的电位从高电位也会慢慢下降 这是感应电压 反向感应电压 那么随着这个Q1的导通 那么这一点的电压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那么最终Q2又截止掉 Q2一旦截止 Q1又导通 所以说Q1和Q2是两个是胶气导通 那么胶气导通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胶变直流电压 胶变电压 那么在这个线圈的 在这个变焰器的刺激 就会感应出咱们的220伏胶流电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逆变电路啊 咱们现在的逆变电路 一般用的都是H桥比较多 这个电路呢 我用电路模拟器给大家模拟一下啊 咱们看一下 我用模拟器换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啊 就是和咱们这个一样的 但是这个里边这个变焰器 它没有带出头的啊 所以说我只做了一个初级 没有次级啊 对吧 少了一个扰左啊 少了一个220输出的扰左 那在这个电路中 我为什么这要加一个开关啊 这个开关就是为了让 两个三极管不是同时导通的啊 不是同时导通的 因为咱们模拟器模拟的话 就是最佳状态 两个同时会导通的啊 好 现在我们让这个电路先工作 你看工作之后是下面 上面这个管子是导通的 对不对 只有这个管子 KOE是导通的 当我闭合这个开关 你看这个电流方向没有发生变化 当我闭合开关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它就产生了震荡 是不是 这样就产生了震荡啊 两个三极管处于焦气导通 那么在咱们的这个线圈里面 就会感应出这个220伏的交流电 其实很容易的 去理解这个东西啊 如果说这个开关 咱们不加这个开关 这个电路是无法用心的啊 咱们可以试一下啊 好 我把这个开关直接闭合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啊 这个电路是没办法用心的啊 它不能交气导通啊 这个波形都没有 好 这个最简易的这个逆变器的原理 咱们就模拟到这 如果说你在维修过程中 有什么电路需要 我跟你去讲一下原理 或分析一下电路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 感谢观看 再见